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們好,早晨,很奇怪 我還在唱獨角、獨腳戲 嘗試一下 今個星期幾乎可以說 從頭到尾都這麼好吃 我每天都睡不超過四小時 市場實在太多東西看了 先說我們見到日本意識 取締了負離率 你會以為如果是這樣 即是有利股市 也有利日元 尤其是美元對日元 但不是,只適合了一半 入股指數 從38000到昨晚最高 到41127 升了幾千點 OK 我們撿到真的 彎底腰,腰也痛 OK 撿到,OK 好了 但是,那個日元 如果你是在不適當的時候 去買日元 沽美元 你就分分鐘 你就糟糕了 但是,我們不會的 我們的盤房 立即 就已經 先 不做 美營對日元匯盤著 等多兩天才開始做 果然 他就上到151.9 在152之前停下來 然後 到我們 一開始那天 他就 跌下來 跌了100點 現在又回到151幾 OK 好了 今天我有一個非常準的盤 給你們 全世界率先獨家 第一個給你們 OK 好了 第二個 也要做完這一個視頻 另一個視頻 才能聽到 好了 好了 我先說美國聯儲局 星期三 跟著那天 也是意識 那麼 這個意識的決定如何呢 這樣 那筍盤 去到尾 才給你們 好了 OK 但如果你有訂閱我們的市場 美國聯儲局 這個意識的決定 是維持利率 短期利率 不變 短期利率 是跟那個 叫做 QT 有關的 即是怎樣把那個 balance sheet 減低 將那些 一路 買回來的債 就run out 不再買 OK 這個就是 應該這個行動 會在 五月的時候 那個議息 五月一日 就會宣佈怎樣搞的 OK 已經講到明了 但這個短期利息 是不變 任他 由去年 十二月 十三日 議息 那天 2024年 不會減息 說得這麼大聲 讓那些利息 升也升不到 不斷跌 OK 其實他是放風 到現在 這一分鐘 這一秒鐘 都未曾減過 一分一毫 OK OK 仍然維持利率 在5.25到5.5 OK 唉 那麼 他也在延遲之間 反映 經濟是繼續強勁 勞工市場 繼續暢順 OK 央行的態度也不變 他說明 It's data driven 就是 只是看每一個出來的經濟數據 而決定 什麼時候減息 和減多少 OK 那麼 現在他可以給到一些 小小的預測 就是 央行的看法 根據那個dot plot OK 到年底 那個利率會去到4.6 這個是中間 OK 那麼 如何計算出來呢 現在 是5.25到5.5 OK 中間 就是5.375 OK 那麼 如果 他說年底到4.6 那就是說 今年 2024年 會減息 三次 每次0.25 就是減 0.75 很接近 他現在預測的4.6 那麼 這個4.6的計算出來 是比他去年那時候的預測 是升了的 OK 就是 這個4.5 有 0.4